今年一月初待在妈妈肚子里才三十一周的黄小妹 迫不及待地提早到人间报道 她的体重只有1125公克 同时合并有开放性动脉导管疾病 情况相当危急 索性经过医疗团队紧急开刀抢救 终于可以欢喜出院 黄妈妈恋爱地抱着巴掌仙子 脸上露出为人母的喜悦 躺在妈妈怀里的黄小妹睡得好香 似乎不知道自己曾辛苦的和死神搏斗 刚开始真的非常非常担心 然后每次跟我妈妈讲电话的时候 都会讲到哭音 觉得太小了 因为怕不见这样子 开完刀之后 就是有这么多护士跟医生在照顾的时候 就越来越放心了 开始都是透着保温箱看她 然后看她全身插着管 就是很心疼 刚生出来这么小一只 然后那个大的点滴都跟她手差不多大了 黄小妹出生时 体重只有一千一百二十五公克 同时合并有开放性动脉导管心脏病 呼吸急促到危机生命 为了避免转整过程增加风险 台大医院新竹分院 会同台北总院心脏外科医疗团队到新竹 紧急开刀抢救 在开刀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直接在背赛 就是在床边直接就开了 我们准备一个无菌的区域 让医师就会进驻到这个地方来 直接让小孩子接受开刀 那开完刀之后就直接在原地 就进入保温箱 或是在处理台上直接做处理了 因为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会避免小孩子会有失温 会有转送过程当中 可能气管内管会有滑脱 或是点对要滑脱的一些风险 黄小妹术后 经过两个月体重已经达两千四百克 可以回家过正常生活了 黄小妹的父母亲 感谢医护团队的照顾与疼齐 共同签下庆贺蛋糕 场面温馨感人 新唐人的电视 黄定国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